来到3月29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卡先报 我是凯璇 柔佛东甲今早发生华裔苦命父子丧生活还惨剧 一名精神状况欠佳的父亲 在住家失火时逃生不及 结果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一起被烧死 这起夺命大火今早11点左右 在东甲第一新村曼家路附近的一间双层半砖板屋发生 死者为52岁的黄天才和19岁的黄玉龙 两具交尸在住屋二楼处被发现 仅相隔4公尺远 死者黄天才的妻子在10年前自杀身亡 两父子便相依为命住在该处 由于儿子患有自闭症经常被锁在屋内 而死者生前因精神恍惚 没有工作仅靠亲友给钱过活 死者的姐姐今天刚巧趁着假日 随团从新山到东甲一日游 抵达东甲不久后便听闻祖屋附近发生火患 心里觉得不安 于是要求旅游团的导游载他到祖屋看看 却经见老家正被熊熊大火狂烧 警方初步排除蓄意中火的可能性 镜头转向巴珠巴霞 一对新人昨天下午在百年祖屋举办订婚仪式 起料仪式还没有开始 祖屋就着火 现场聚集百名亲友惊慌逃命 新娘的父亲更因为受不了火烧祖屋的打击 而当场晕倒场面混乱 据悉这是一间最近刚装修的百年祖屋 起火原因仪式漏电引起 一名替新娘化妆的化妆师逃离火场后 用视频拍下火烧屋的骇人情景 惊魂未定呼数惊险历程 尽管如此新人造就在灾场附近一间亲戚的家继续未完成的仪式 由于东西全被烧毁 新郎只能为新娘戴上戒指 简单完成订婚仪式 公寓居民今早看向窗外 原本想悠闲欣赏户外风景 怎么知道引入眼帘的却是附近 挤水池里一具再浮再沉的发肿男尸 让民众当场吓坏立刻报警 这宗浮屍案件是今早11点 在芙蓉新城五级甲八央国小附近的水利灌溉局挤水池被揭发 男浮屍被发现时 脸部吵吓 上身刺脖 下半身仅穿一条向深舟SWM环保公司工人制服的橘色长裤 由于现场出现消防车 大批警车十分大阵仗 附近商家和居民接到现场围观 消整员挖人打捞尸体的情况 警方见证组在现场仔细检查尸体后 未发现任何可疑伤痕 现场也没有他杀的痕迹 初步把此案列为密闭案处理 不过尸体已经出现严重的浮肿 面目全非 警方暂时无法确定死者身份 温东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国产麦威 疑似超车不随 在反方向车道与托格罗里相撞 造成四人身亡 其中两名更是年幼孩童 这起事故今天凌晨3点左右 在温东网劳屋路段发生 车内四名乘客是两名女子和两名男童 当时接受困车内 肖整员抵达现场后 马上动用救援工具 将夹在车内的乘客救出 可是两名女子已经当场丧命 两名男童则在送往 温东医院急救后宣告不至 镜头转向邓家楼 一名刚结婚一星期的青年 因为无法出国和跨州 便在昨天安排家人和岳父一家人到肯义湖度假 但下水游泳时不幸失踪 至今还没有找到她 相信已经遭遇不测 警方指出 永继不凡的青年不听妻子劝告 坚持步传救生服下水 结果相信是腿抽筋 最后在湖里失踪 当局目前还在极力展开搜救行动 另一方面 吉兰丹万吉干冰岛 昨天傍晚也发生溺水事件 三人到海边吸水玩乐 突然被巨浪卷走 其中两人不幸溺斃 另一名12岁男童 在海中漂浮三小时后才获救 警方指出 其中一名死者是退伍军人 为了要救被巨浪卷走的男童 反而赔上一命 拯救人员在事发三小时后 在距离岸边300公尺远的海域 发现男童漂浮在海中 当时男童显得非常疲累 事后被紧急送院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网络接待骗局层出不穷 一名新加坡籍男子 仅从大尔龙处获得170新元 大尔龙追在时 竟狮子大开口 向居住在新山的弟弟 索取高达6000新元 也就是18000令吉 更要挟将要拐走他的子女 吓得他赶紧报案 受哥哥拖累的事主张正杰指出 他位于新山荣佛在野花园的住家 在本月被泼红期和中火 更贴告示指在新加坡的哥哥欠债 他向哥哥了解来龙去脉后 决定帮哥哥还债 怎么知道还钱后 大尔龙再打电话来 要求多2000新元 他便不再妥协 张正杰说 大尔龙还变本加厉 恐吓要拐走他的子女 他才向警方备案和寻求马华协助 他指出 在新加坡的哥哥 目前已经失业 家人也联络不上他 一名单亲妈妈和本地男子 坠入网恋后 发展至同居阶段 男子以甜言蜜语 诱导女侍主交出身份证和提款卡 擅自提走15000令吉后 消失无踪 之后还出现多组大尔龙 向女侍主追债 让他惊觉自己遇上了爱情骗子 41岁女侍主林秋平 今天在乌拉港区州议员王诗奇 以及乌拉港妇女自我增值中心 主席王静仁的陪同下 叙述亲身经历时指出 男子利用要把房产转到他名下为由 哄骗他交出身份证 后来又说要借他的银行户头来收钱 要他交出提款卡 女侍主不宜有诈便乖乖造作 如今他怀疑男友和大尔龙串通来炸裁 并已经报警处理 希望大尔龙不要再骚扰他 来看国内疫情 时隔三个月国内单热确诊病例下降到三位数了 截至今天12点 国内新增941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也是2021年单热新增病例最低记录 国内上一次通报新增三位数的确诊病例 是去年12月9号的959宗 随后每日都新增四位数的病例 目前全国已经累计342,885宗确诊病例 卫生总监丹西里诺西山发文告说 雪州新增219宗确诊病例 是国内今天新增最多病例的州属 另外今天有5宗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1,260宗 距离全英语球赛夺下南丹冠军 已经是一周前的事情 在23岁生日当天 也就是今天 重返大马语球学院的大马南丹一哥李梓佳 究竟许下了怎样的生日愿望 来看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怎么说 本月21号在全英赛夺下冠军后 现年23岁的李梓佳 师姐排名也跃升至第八 除了羽球的实力 来自亚罗士打的他 私底下非常喜爱音乐 在访问时也应要求清唱了一小段 李梓佳透露 自己一般其实不会太特意去庆祝生日 毕竟在疫情前 球员在这一个时候 一般都是忙碌于训练 备战和参加比赛 尤其更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和家人一起庆祝生日 去年就刚刚好 因为碰到MCO 所以就是有 我觉得已经是跨 不懂几年 是很多年了 才有第一次就是在家里 还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 因为通常有时都是 碰到家人刚刚好 上来KL 或者是提早 帮我庆祝生日之类的 被问到自己的生日愿望 李梓佳就许愿 接下来要继续脚踏实地 去实现他的梦想 当然就是全英赛对我 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信心 给我的很大的信心 当然我也不希望就是 得到这个冠军 就会自满不转军 之类的东西 而影响我未来比赛的一些成绩 和家人关系良好的他透露 从小父母就对他非常严厉 虽然小时候不能理解 但如今却很感激 长大的时候就是 慢慢就是体会到 他们的用心就是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严厉的话 就是我今天也没有这样的成就 无论如何 曾经经历年初 泰国三赛比赛表现不理想 饱受外界 尤其是球迷的批评 李自家坦言 一开始肯定会很在意 也影响了心情 但如今回想 不管是支持或批评 他都非常感谢 来关注国际大事 印尼南苏拉威西省 首府望家西市 一间天主教堂外 星期天遭两名炸弹客 自杀式袭击 两人当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印尼警方证实 嫌犯是印尼最大恐怖组织 神权游击队的成员 警方指出 嫌犯是效忠恐怖组织IS的神权游击队成员 该组织两年前曾涉及菲律宾教堂爆炸案 两名炸弹客是一男一女趁着复合节前圣州首日齐摩托到教堂前引爆炸弹 当时教堂尼撒刚结束 造成二十多人受伤 印尼总统佐科威也严厉谴责这件事 而在非洲东部莫桑比克则发生大屠杀事件 武装分子连续数天展开袭击 数十人被杀 其中七人企图坐车逃出他们被围困的酒店时 遭枪手伏击 全部中枪毙命 目前整个城镇陷入恐慌 许多居民找地方逆藏 镇内街上和海滩上布满尸体 部分死者被砍头 据悉 政府军和保安部队正尽力把数百人就离开小镇 当中包括一些外国人 镜头转向缅甸 周六是缅甸军方政变发生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过百名反政变示威者遇害 但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和军方高层 还在当晚百宴席庆祝 笑着走红地毯 在这场悲剧中 一名男子被军警枪伤后 被火生生烧死 男子在全身着火后 曾大叫母亲救我 军警行为 无比残忍 疫情方面 美国近日每天通报新增近5万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说 美国近期疫情上升 与过早放宽防疫措施有关 另外 法国全国累计确诊种数超过454万宗 正式超越俄罗斯 成为全球染疫人数第四多的国家 排在美国巴西和印度之后 而法国首都巴黎的住院病例已接近饱和 可能被迫拒绝接收更多病人 太平动物园去年迎来的三只幼虎将在下个月满一岁 管理层借此推出与小老虎庆生参观配套 希望借助小老虎的名气吸引观光潮 这三只可爱的小老虎分别取名为 Puntu 新闻的最后 带大家到动物园看看小老虎平时的生活 我是凯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